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老板 你听我解释啊 听我跟你说 我今天 我今天在路上 我怎么跟你说的呀 不让你迟到 不让你迟到 你三天两头给我迟到 我请你来是让你想赴的 不是你想那样的 我告诉你 你去把你的工资解一下 我今天在路上 我不听你解释 我说你去把你的工资解一下 赶紧给我走人 反正也没有几个钱了 罚都被我罚完了 赶紧滚 老板 我求求你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行不行啊 今天在路上碰见一个阿姨 别跟我说那么多废话 赶紧走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老板 老板 昨天救过那个小伙子 我看阿穿的也是能迷工的衣服 是不是在伍迷工资上班呀 我才没有见过这个小伙子 李经理 来一下 老板 老板 昨天是不是 有个小伙子 在那工店干活 迟到了 迟到了老板 那个人啊 上班经常迟到了 三餐两桌的就是迟到了 所以我就把他给开除了 不过老板 你怎么知道有件事 什么 你把他开除了 开脚打电话 放到家里 老板 你怎么会听吗 请你拿一个拿 今天不是怕 勇气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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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姚玲 我的工钱都已经扣完了 你还叫我不要吗 我家一家老手 都等着我的工钱是没有 什么 你把老公家给扣了 你就没问人为什么来玩吗 愿意在哪里玩意外 阿姨 怎么是你啊 你好了吗 小伙子 还真的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啊 我的面就没了 什么 总事长 他是你的救命恩人 我不知道啊总事长 我不知道是他救了你 因为他迟到我才把他开了的 我如果知道是他救了你 我绝对不会开除他的 李经理 我们有多少朋友的工资 都被你磕扣了 你心里不清楚吗 有几个是因为真正知道才被扣钱的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小伙子啊 你感觉啊 让你坐这个经理的位置怎么样 你这个人啊 人品是好的 工作经验啊 不足 我可以慢慢的培养 好 那您就明天来上班 老板 不行啊老板 你让他当经理 可他什么都不会啊 老板你不能 开除我呀 我家里面还有一家老小的 要养啊老板 你可靠 农民贡的贡献 之前有人给我反应 我一直还是不相信的 可这是 现在 已经证明了事实 你走吧 我必须要你让他人 老板 我知道错了老板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以后 绝对不会这样吧 老板 求你了 走吧 这也不是我去起诉你 贪污公司的控罚 客户工人的工钱 大女走 咱们还不成了 走 咱们 走 走 走 阿姨啊 谢谢你啊 如果这次不是你 我的工钱 也就没有了 这事如果说要是被工友们都知道了 肯定都能高兴快了 小伙子 任在做 看再看 善言善道 多余无路 这是你行善的借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